欢迎大家收看中国财经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Stalantis使用亚马逊云将汽车内软件开发时间缩短到一天 字节跳动确认与腾讯和其他买家就视频游戏业务进行谈判 数据显示 中国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太大了 他们不能忽视 香港股市在预计中国将降息刺激经济增长的投注下 结束了连续五天的下跌 阿里巴巴的AliExpress和拼多多旗下的Timing在韩国面临供应链挑战 请大家收看 Stalantis使用亚马逊云将汽车内软件开发时间缩短到一天 雅虎 Stalantis是全球第三大汽车制造商 利用亚马逊的计算能力和黑莓技术开发了一个虚拟驾驶舱 可以在一天内创建和测试新版本的汽车控制和系统 这种新的开发过程可以创建真实的汽车控制和系统的虚拟版本 使他们的行为就像在真实汽车中一样 但不需要改变主要的软件来运行他们 Stalantis表示 在某些情况下 他们将开发时间缩短到了24小时 字节跳动确认与腾讯和其他买家就视频游戏业务进行谈判 南华早报 字节跳动 即抖音的母公司 已确认正在与多个潜在买家讨论其视频游戏业务 其中一个潜在买家是腾讯控股 这是全球收入最高的游戏公司 据报道 字节跳动的游戏部门 Newverse已经降低了其游戏工作室的估值 以促成交易 该公司已经投入了超过1.4亿美元开发各种游戏 但从其游戏投资中未能获得显著回报 字节跳动此前宣布计划关闭大部分尚未上线的游戏项目 并出售至少两个游戏的权利 数据显示 中国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太大了 他们不能忽视 南华早报 尽管面临地缘政治风险和与本土竞争对手的竞争等挑战 但中国仍然是跨国公司M&SYS今年的重要市场 根据贝恩咨询公司的数据 2022年 中国对来自日本、欧洲和美国的200家最大M&SYS的全球收入贡献 约15% 预计中国经济在2023年将增长5.4% 高于2022年的3% 并且中国仍然是食品饮料、汽车、纺织品、化学品、钢铁和消费电子产品的最大市场 供应链多元化是在中国运营的外国公司的首要任务 香港股市在预计中国将降息、刺激经济增长的投注下 结束了连续5天的下跌 南华早报 在北京暗示将提供更多政策支持以提振国家疲软的经济增长后 香港股市上涨 恒生指数上涨了0.6% 终止了过去5个交易日的累计下跌4.8% 科技指数也从13个月低点上涨了0.9% 上证终止基本保持不变 获得收益的公司包括阿里巴巴集团、汇丰银行和百度 阿里巴巴的AliExpress和拼多多旗下的Timing在韩国面临供应链挑战 南华早报 根据WiseApp的数据 中国的电商巨头 包括阿里巴巴和拼多多 是韩国购物者增长最快的平台 然而 他们仍然面临着长时间的配送和不稳定的产品质量等问题 尽管AliExpress和Tinu已经努力改善供应链 但一些韩国消费者仍然对替代本地在线零售网站持谨慎态度 中国游客为高端医疗服务重返日本受到热烈欢迎 南华早报 越来越多的赋予中国游客前往日本接受医疗治疗 包括癌症筛查和整容手术 这一趋势反映了中国在新冠疫情之后对健康意识的增强 中国游客认识到日本的高质量医疗服务 随着日本人口老龄化 日本政府正试图通过扩大入境旅游来振兴地方经济 2011年引入的医疗签证也鼓励了中国赴日本的医疗旅游 日本政府估计 2020年有超过1万名来自中国的游客前来接受全面的医疗检查 平均花费约150万日元 13800美元 约1000人的较小群体支付了约400至500万日元来接受先进的癌症治疗 为了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 包括阿里巴巴集团在内的各个公司已经进入了这个市场 阿里巴巴集团在其天猫国际平台上推出了一项新服务 及跨境电商网站 经济学家表示 提高香港公共服务费用不会帮助平衡财政 南华早报 经济学家警告称 香港不断膨胀的财政赤字不会通过提高公共服务收费来解决 相反 他们敦促政府集中改善商业环境和提高土地溢价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最近预测 2023-24财政年度的赤字将超过1000亿港元 141亿美元 公共服务收费仅占总收入的不到4% 并且已经冻结了多年甚至几十年 中国零售销售将会减弱 因为房价下跌加剧了消费者的不安感 瑞银集团 南华早报 瑞银分析师预测 中国房价下跌和就业前景担忧可能导致零售销售增长下降 预计2024年零售销售额将增长5.5% 低于2023年预计的6.5%增长 房价下跌预计将对消费者信心和消费意愿产生负面影响 对就业安全和薪资削减的担忧已经导致零售销售增长放缓 政府可能需要推出减税和购物券等刺激消费的举措 FIRST FT 中国拘留恒大电动汽车部门高管 金融时报 中国恒大集团旗下的电动汽车部门 恒大新能源汽车集团表示 该公司一名执行董事刘永卓因涉嫌非法活动被中国当局拘留 刘永卓的拘留给该公司带来了更多挑战 因为该公司将于1月29日在香港法院面临离岸债券持有人要求解散公司的听证会 随着增长放缓 中国消费品牌之间的价格战爆发了 彭博社 在中国消费者信心下降的背景下 国内外品牌纷纷提供大幅折扣以吸引中国购物者 阿里巴巴旗下的生鲜超市 和马先生已经对5000多种商品进行了降价 而德国折扣超市阿尔迪则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经济型超市 这种新策略被之前瞄准中国中产阶级的公司所采用 但现在他们正试图在经济放缓的情况下推动销售 根据摩根大通分析师的预测 这些折扣预计会侵蚀利润率 直到价格战恢复正常 香港公共住房供应商预测在4年内将出现40亿港元的赤字 南华早报 香港主要的公共住房提供者 房屋委员会预测 到2027至2028年 其租金运营部门将出现超过40亿港元512万美元的赤字 该机构表示 考虑到租户收入已经稳定 将考虑提高租金 并将在2023年第三季度进行租金审查 逃利内卷化 中国科技公司的海外扩张 外交官 中国科技公司正越来越多地寻求海外扩张 因为他们在国内市场面临激烈竞争和回报递减的局面 这种转变是由于需要寻找新市场并克服中国的监管限制 阿里巴巴、腾讯和字节跳动等领先公司 正在战略性地进军美国、东南亚、欧洲和其他地区 他们正在定制他们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当地需求 并遵守这些新市场的独特监管框架 中国的应用程序如TikTok和Catcot 在美国市场上取得了显著增长 阿里巴巴一直在东南亚和欧洲扩大其业务 利用其在电子商务、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方面的核心竞争力 另一方面 腾讯一直专注于投资国际科技和游戏公司 这两家公司都在多元化其收入来源 并建立全球存在 以应对国内市场的挑战 中国科技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的成功 反映了他们的适应能力和雄心 以及他们在全球科技舞台上建立显著存在的愿望 腾讯马化腾表示 2021年微信照片隐私争议是误解 南华早报 腾讯CEO马化腾称 2021年围绕该公司超级应用微信的隐私争议是一种误解 该问题出现在发现即使在不使用微信时 他也在访问用户的照片库时 腾讯表示 该应用程序正在寻找新的图像 以使用户发送照片更快 更顺畅 并且只在用户授权下访问照片库 该公司随后推出了一个新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来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近年来出台了严格的数据保护法律 腾讯在这一事件中面临了严格的审查 中国2024年的重点任务 藏在习近平的新年讲话中 外交官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年讲话中 强调了2023年的重要成就 并概述了2024年的重点任务 值得注意的是 习近平宣布中国必将实现统一 暗示可能对台湾采取侵略行动 他还承认了经济面临的挑战 同时赞扬了电动汽车和可载生能源等 关键行业的成就 习近平强调了越港澳大湾区 作为经济增长来源的重要性 演讲还强调了中国在举办全球活动方面的角色 并突出了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文化自信 总体而言 演讲旨在在经济和地缘政治挑战中提振中国人民的信心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的忠实观察员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有趣的新闻 首先 Stilentis利用亚马逊云将汽车内软件开发时间缩短到一天 这对汽车行业来说是一个重大突破 接着是字节跳动与腾讯等买家就视频游戏业务进行谈判 这意味着字节跳动正寻求为其游戏业务寻找新的发展机遇 此外 中国作为跨国公司的重要市场 对全球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 香港股市在中国将降息刺激经济增长的预期下上涨 这是一个好消息 阿里巴巴和拼多多在韩国面临供应链挑战 这显示了中国电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中国游客为高端医疗服务重返日本 这显示了中日之间的医疗旅游合作的潜力 经济学家警告香港提高公共服务费用不会帮助平衡财政 这提醒了政府在财政管理中应该谨慎行事 瑞银集团预测中国零售销售将会减弱 这表明中国面临的经济挑战不容忽视 中国恒大集团的高管被拘留 引起了人们对该公司未来的关注 此外 中国消费品牌之间的价格战爆发了 这对消费者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香港公共住房供应商预测将出现赤字 这提醒了政府应该加强对公共住房的管理 中国科技公司的海外扩张是一个重要趋势 他们正在寻求新的市场和机会 最后腾讯CEO马化腾表示 微信照片隐私争议是误解 这表明腾讯正面临着对用户隐私的挑战 总的来说 今天的新闻充满了各种动态和趋势 我希望这些消息能为您提供一些有趣的观点 现在我想邀请大家一起参与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